据点志工们在社区中忙进忙出 就是希望能在用餐的时间帮长辈送上香喷喷的健康餐食 配合防疫县内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暂时公餐及活动 为避免长辈们挨饿或是随便吃 草屯新丰社区不论烟阳高照或是亲朋大雨 疫情期间仍旧提供长辈送餐服务 能让社区大家平安 会更健康会更快乐 担心疫情停课期间 长辈们在家容易会退化 坚持透过送餐关怀长辈 志工们也不忘提醒长辈要戴口罩 勤洗手等防疫措施 理事长夫妇他们都发挥他们的爱心的劳心劳力 为我们这些身体比较不方便的人 准备这个便当非常地谢谢他们 然后我们社区的志工 也都非常地有爱心都帮我们送来 他们也都非常地辛苦 真的谢谢他们 上餐上到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 就说哦你们辛苦了 就问说什么时候可以来社区 注意啊防疫要做好 出门都要保护好 出门要戴口罩 先缘唐晓芬肯定与感谢社区不因疫情关系 中断送餐服务 让据点的长辈们可以不用出门 就能够吃到营养且健康 避免外出采卖染疫的风险 也让长辈们透过这份暖心的行动 和食指的关怀感受到温暖 这些长辈不会因为说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到我们社区来用餐 那以至于他们的在饮食的方面受到影响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洪理事长 以及我们所有志工大姐他们的辛苦 那我们新丰社区的长辈真的非常的幸福 那在疫情的当中还是可以享用到非常 色香味俱全 而且都是热腾腾的一个便当 这些爱心便当的菜 有的是志工自家菜原种的 也有的是三姓民众提供的 长辈们大家都是独居 有的甚至行动不便 社区所提供的这一餐 对长辈来说格外重要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